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玲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Roger来 我第一件事就是 当然要跟你加个Line 我们先扫QR Code加个好朋友 你现在人数上线到了吗 还没有 怎么可能 我太幸运 我是第几个 你应该是大概3000多的样子 3000多 你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我给你扫一下好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人数限制 其实系统的设计 多少总是需要有这个考虑的 当初的设想大概是觉得 一般的人的这个平常的交友圈 应该是足够了 所以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范围 我传了贴图给你有看到吗 还没有看到 但我也传了一个给你 你依然是看到了 这位有点熟悉 这不是在我面前的这位吗 怎么会有自己的贴图 这是可以自己做的吗 其实我们的贴图里面有所谓的叫原创贴图 原创试集 那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画贴图往上传 对 那当中的话 其实我和我同事有一年的生日的时候 就是画了这个我的贴图 上传到平台上面去 然后就拿这个贴图送给我 当生日礼物 所以不是自肥 对 不是自肥 而且这个马上就可以用来跟别人发的 也很方便 对啊 真的 我改天也要回去好好做一个 我今天传给你的贴图 我也传给你了 收到了 收到了 其实现在大家用贴图广泛 非常广泛 我相信有用LINE的人 应该不会有人不买贴图吧 我相信几乎一定是很少很少 如果有人都没有买过的话 那没买过可能也有别人送它 对 有一个数据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LINE的官方有做统计 在去年全台用户平均传送了1235张的贴图 平均一天它说一个人每天会传送三张以上的贴图 怎么可能只有三张 我一大早早安就已经起码我还在床上就要传十张以上了吧 对 其实贴图是一个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很方便的嘛 对不对 定义你不用打字就可以表达一个意思 而且对于台湾人来讲的话呢 有时候这种很柔软的方法去做沟通 台湾人可能很喜欢这样子 像你自己最喜欢的贴图是哪一个 我自己最喜欢的贴图啊 排在台湾人最喜欢的贴图的前三名之一 前三名之一 在现在全三名是谁 现在前三名是这三个贴图 还是兔兔跟熊大 这三位吗 对 这三张贴图当中 我刚刚传给你的就在这当中 对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前三名那谁是第一名 你猜 我从第一名开始猜吗 你从第三名开始猜好了 第三名开始猜 我来猜猜看 我最常用的其实是OK 然后第二是比赞 我觉得第三名应该是熊大说谢谢 是熊大说谢谢 是吗 好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 好 应该会答对吧 他是第一名 他怎么会是第一名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其实这就是贴图微妙的地方 你看这样的一个熊大 尤其是他是有动画的 他会鞠躬 这个熊大他是在说谢谢 还是在说不好意思 还是在说对不起 还是说什么 好像很多元 对不对 其实很好用 他是可以开放式的设计对白 对他是一个开放的对白 在对话的情境当中 收到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第二名呢 你猜呢 应该就是比赞 应该就是比赞 我心中的第二名 应该大家跟我不一样 我不可能三个都猜错吧 他是第三名 所以第二名就是他 第二名就是OK 你觉得这三个 123这样子的排名 全台湾人的统计数据出来 跟你们想的一样吗 我觉得第一名跟我想的一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 好像也是我最常用的 23名我觉得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 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他其实随着对话的语境 很可能意思稍微有点不同 或者是说其实 在你知道台湾人平常我们讲话 有时候最后会加上个 O 阿 恩之类的语注词 其实他们都是很微妙的语注词 所以你觉得这也是台湾人 非常喜欢用他们的很大的原因 那我好奇的是 这排名前三名 你们有再去精算吗 用他们最多的是哪一个年龄层 其实在贴图来讲 不同的年龄层 使用的贴图又不一样 因为年轻一点的用户 在贴图的使用上面 可能跟他们平常跟 他的生活圈就是他很多的朋友 那他的朋友当然讲话 就可以更直接或者更有趣 或者更无厘头 所以他们的贴图 就会有很多很无厘头的贴图 举个例子来讲 前不久在排行榜上面出现过 一个会可以动态的一个菜瓜布 动态的菜瓜布 我还没跟上流星 或者是会动的热狗面包 那甚至还有最近 我们出了一个叫做贴图拼贴乐的功能 你可以把几张贴图拼在一起 对刚刚进来前我才学会而已 然后就有人根据这样的一个特色 发明了一个东西 就是台湾的自助餐 台湾的自助餐 他的贴图里面有一组贴图 就是一个先是一个餐盘 然后一格白饭单独一个图 然后各种不同的配菜单独一格一格的图 所以你可以自己挑几个贴图 组成一个你的餐盘发给人家 可以自己选择 现在已经客制化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样的一个贴图 在前不久也冲上台湾榜的第一名 第一名 这真的很不得了 所以在贴图这一块 会是我们最大的盈利来源吗 倒还不是 倒还不是 那在LINE在台湾的这个经营的事业当中 我们还有行销科技的领域 所以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业 但贴图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而且贴图最有趣的是 它作为一个生意 它是全台湾的很多很多人参与的 我们的原创贴图 目前有上传过 有上传记录的这些画家们 现在已经有超过一百万 超过一百万 那你觉得这个数量还会再增加吗 还会再增加 是因为台湾人真的太有创意了 对 而且其实你想想看 有很多人就拍他自己家小孩的照片 这个非常多 小猫小狗都很多吧 你可能也收到过 你们很懂得做生意 那事实上是应该是他很懂得做生意 因为爸爸妈妈拍了小孩的贴图 拍了小孩照片做成贴图 阿公阿嬷一定会买 阿公阿嬷一定会发给朋友 朋友可能也会很捧场地买一下 所以其实事实上这样就会有一小圈人 把这个小宝宝很可爱的表情 当做贴图来互相传送 那你们有算过说 这么多贴图当中 每天发送贴图 用量最大的会是哪一个年龄层 是年轻人吗 其实可能跟他的这个平常的 社交或者沟通的活跃度有关 广义来说 我想我就把这些人都定义是年轻人好了 就是平常常常会需要跟人家聊聊天 交流的人 那在社交上在沟通上面比较活跃的这些人 那他就很自然地把贴图用在他的对话里面 所以连长辈也是一样 其实我收到最多的反而是长辈 我觉得长辈最喜欢用贴图 或是他做好的长辈图 其实我们在回溯到 LINE最早被发明出来的这个时候 其实当时市场上面有好几种不同的沟通工具 所有其他沟通工具都有一些小表情 但是那个表情都跟字一样大 那你就是在那当中挑你要的表情 但是LINE当时做了贴图这个东西 特别大 然后表情非常丰富 事实上之所以LINE可以渗透到 这么广泛的年龄层 特别是很多的长辈都在用 我们相信这个一定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它用来沟通太简单了 而且表达的这种感觉 这个情意 你要情绪的表达非常完整 LINE其实是在2011年 进到台湾的话大概是2012年的2月份 但是我记得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刚刚开始跑新闻 然后我们从MSN 然后开始转到WhatsApp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软体 像什么Bitalk也是啊 FB的Messenger都是 但我没有想到LINE就这样浮上来 它也出现在其中一个 而且很快这个扩散度是铺天盖地的 每一个年龄层你身边 连长辈也慢慢的在接受它 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 贴图扮演很重要 绝对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 对大家来讲是很新鲜的 而且台湾人很重视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情感 或者那种互相的一种 很微妙的感觉 那贴图可以在你 比如说你不想讲话的时候 一张图可以表达你的心情 给传达出去 或者是你跟他聊一聊 你想要加强你的一个感受 你也可以用一个贴图 很生动的表情 来代表文字那个干干冷冷的 看到那几个字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刚好打中这个市场 大家的期待 其实还不单单只是贴图而已 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 用LINE来传影片这件事 不知道观众朋友今天传了没 LINE传影片这件事 我们台湾人用LINE来传 居然这个涵盖率 是全球的过半数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很多环境的 这个各种因素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帮衬 其中之一我觉得台湾 在这个行动电话的吃到饱的资费 吃到饱的费率的渗透率 在亚洲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 是非常高的 这个就是你的专业了 这个就是你的专业 对很有代物电信公司 那因为这一点使得很多人 不觉得我需要去多考虑一下 我传这个影片会不会太贵 对那所以就很自然的习惯用这种方法 你就可以把一个现场的状况 一个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你的这个朋友 传给你的有趣的画面 分享给另外一个人 而且现在短影音非常的当道 Rios啊Titalk等等 就大家每天随时看到什么 我就一定要来拍一下 像我刚刚看到那个LINE的灯可以打开 我就立刻要来拍个短影音 然后可能就分享给我的朋友 所以这个也加深了 大家使用它很喜欢的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你们有发现到 那三年的时间让你们用户推上新高 但现在似乎又更高 现在多少 现在到我们的月活月用户 已经到2200万了 2200万 你自我分析 你觉得从疫情一直到现在 又再让它多了这100万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从 我看着这个数字 慢慢的从一点一点的往上累积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这一世代 首先他会教他的长辈 说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方便联系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跟长辈联系的时候很方便 长辈也很容易学会 然后他们有了小孩 一定很快的就希望 小孩的第一支手机上面就有LINE 因为小朋友去学校 跟他跟爸妈妈联系的时候都很方便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他往上往下就一直延伸 而且他学习很简单 那每一年都会有小朋友成长到 带手机的年纪 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变成LINE的User 而上面的也没有停下来 继续往上延伸 然后我看到有个数据 我根本是觉得哇太下巴掉下来 因为可能我在台湾 所以我们使用程度很高 那偶尔到欧美国家去 我发现使用量最多的应该是WhatsApp 但是现在如果根据研调机构的他的统计 世界前三大的通讯软体 第一就是WhatsApp 他有63个国家使用他比较频繁 他是第一名 那再来是Facebook的Messenger 他是16个国家第二名 那再来是Telegram 他说实在来我们台湾真的比较晚 现在10个国家 所以大概是第三名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你自己看台湾这个国家 它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 同样都是在亚洲 那为什么香港人或是日本 他们会使用他们内网 或是用Telegram比较多 那为什么台湾人就是这么爱贴图 其实这个LINE的发展最早是在日本 所以日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而且用户数也非常的多 在日本大概也是主要的独占的通讯软体 那再来的话泰国 然后再来的在使用的人数来讲 第三大的大概是台湾 然后在亚洲可能还有印尼 越南等等地方 但当中台湾的渗透率最高 就我刚才所讲的 2300万的人口的国家 有2200万的人在用 对以NCC他们统计的数据 台湾大概已经达到99.1% 对非常高 那这个这么高的覆盖率 我觉得 当然它一开始是因为贴图的关系 让大家所喜爱 而且贴图的这种沟通方式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它的这个传情达意这件事情 很合乎台湾人在沟通的时候的 那个鱼尾柱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在一开始 它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 那我们的团队也很努力的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再发展出一些其他的服务 来帮助到 不管是台湾的中小企业 帮助到用户之间彼此的沟通 帮助用户取得资讯 那因为有这些 额外再加上来的 这些方便的服务 又使得大家更喜欢 把大部分的时间 用这个软体 很多人都装了好几个 但是使用的最频繁的 一定还是LINE 我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通常一般来讲都会 跟国外的朋友联系 会用不同的软体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就会用LINE 那这个就是一个 除了通讯把大家连在一起之外 我们你知道我们公司 叫做台湾连线 对 那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把人跟人连起来之后 再把人跟资讯 比如说我们的LINE Today LINE TV等等的 把人跟资讯跟内容连起来 可是我们回推到一开始 虽然现在这么多的贴图 这么多的选择 但是最一开始LINE 他来到台湾 大家最熟悉的一定就是 LINE Friends 对LINE Friends 当初你觉得他们是具有什么样的魅力 才可以仅仅先抓住第一波的实用用户 是 其实这些角色在当初总部最早的一个团队 设计团队把它计划出来的时候 当然他们就在这个角色的个性上面 在角色怎么样 因为这个通讯软体是希望大家都用 大家都喜欢的 所以角色的设计怎么样能够让多数人觉得容易接受的 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从熊大开始的这一系列的角色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我们非常小心的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很好的IP 那整个设计 那包括说各种各样在衍生出来的一些商品画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画面 除了贴图之外的各种应用等等 那在各个地方的出现 那因为他们的这种非常有亲和力的造型 那同时呢 其实又常常在你的沟通里面出现 所以大家就会记得他们 这件事情很有趣 因为顺着这样一条路 就像回到我刚才所讲的原创世纪 原创世纪也使得台湾有很多的一些创作者 有机会把他们的一个想法孵化成一个IP 那我跟同事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你想想看 要让一个角色出现在你的面前 到多频繁的机会 才有机会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的价值才会提高 进一步可以授权做商品 授权做食品的包装等等 但是因为它是用在LINE 你天天的讯息都会看到它 它就不断地强化那个印象 强迫我们就是要接受 它跟我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一位朋友 就像家人一样 比朋友还要更新 对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些 创作者所创作出来的 不管是猫 狗 鲨鱼 海豹等等的各种不同的角色 企鹅 也都成为大家家喻互相互晓的IP 我们前不久在跟高雄市政府的一个合作 他们要坐在爱河湾那边希望有几个大型的气球的装置当中 两年前 那样子里面的话我们就提供了六位是来自高雄的创作者 跟土地有个连结 他们的IP也非常受欢迎 这些IP其实都是在LINE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透过人与人的对话所孵化出来的 不过LINE使用的这么频繁 说实在的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 如果当它主机受到骇客攻击 那该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一些防呆机制 或是一些一整套的完整SOP来应用 有 其实在LINE来说的话 我们非常非常重视资安的这个课题 那所以其实在公司里面的各种平常的资安的教育 演练 测试 测试任何一个同仁 是不是很容易上当的各种不同的这些演习 再加上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资安防护的一个政策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资安的团队 那在LINE台湾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取得ISO 27701跟27001 两种不同的这个有关于资安跟个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这应该是你们重中之重 因为我相信现场的各位或是观众朋友 假设有一天你的LINE会很当机了 大家应该会吓坏 今天应该怎么样继续下去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尤其这几年我们有注意到就是说 国内的诈骗真的很多 有听说LINE也成功阻挡过好几起的诈骗案 是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我觉得诈骗这个课题 因为当然它的手法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 我们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LINE里面的各个不同的地方 积极地去提醒我们的用户 就是你在使用这个做沟通的时候 要留意到跟你沟通的对象给你的讯息 要留意到人家跟你问的一些 其实你不需要或不应该要回答的 像是问你的认证码 你不要随便把认证码给人家等等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另外当然我们也跟包括警政机关 包括一些公民团体等等的 做各种各样的合作 那把诈骗的案例尽量让更多人知道 同时呢也协助把那些有问题的账号 很快地做个封锁 一直到今年三月为止 我们大概封锁了已经七千多个 像这样子的一些诈骗账号 七千多个啊 真的有到这么多 那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短暂的状况 还是说这会持续扩散的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状况 但是随着我们的一般的消费者的 对这样的问题的理解 和这种尝试的慢慢的一个普及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诈骗的人来讲 它会越来越困难的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服务 是专门在做这种消费者 如果对于他所收到的一些讯息 觉得这是可疑的假新闻的时候 他可以发到一个官方账号 叫做讯息查证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 那所以呢 之前这个讯息查证都是 帮大家检查文字的讯息 那前不久我们也用AI的力量 让它做成 它也可以检查你所收到的语音的讯息 所以你收到一个语音信息 跟你说些什么 你觉得很可疑 你就把它发到这边来 让我们的系统帮你查证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因为有AI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更期待 就是说有了AI LINE还可以给我们什么样 全新的体验 这部分的话 我们最近也做很多研究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到 我们有做行销科技的这个事业部门 那在这个事业部门里面 他们提供给中小企业 很多广告做的解决方案 其中中小企业就会说 可是我就老板一个人 在经营我这家小店 那我也不可能去请人家 帮我发广告 怎么办 那我们最近呢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用AI的功能呢 做成了一个生成式的一个广告文案的助手 所以你只要把你要做的这个行销活动的日期 折扣 然后你想要诉求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告诉我们这个AI的这个文案助手 我们就会生成几个不同的文案给你选择 请AI帮忙 请AI帮你写文案 对 像这样 其实我们相信AI一定可以帮到更多人 那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的话呢 我更是觉得有一件事很有趣 在现在目前大家所接触到的生成式AI 都是我们去跟一个系统说一段话 然后他给你一个 你希望他给你的答案 我希望他给我的答案 对不对 通常都是这样 你跟他讲一个所谓的prompt 然后他给你一个答案 帮你整理一个资料 帮你写一篇文章等等 其实你不觉得这种说话的过程 就很像在LINE上面的聊天 所以LINE的这个聊天室 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 很适合的一个AI的界面 那各种不同的AI的服务 其实很可以来跟我们合作 透过这个界面服务到更多的消费者 其实时间过很快 Roger你2017年加入到LINE这个家庭 其实这样算一算已经7年的时间了 你自己应该觉得说蛮感动 这些年变化很快 是 自己有什么想法 很有趣 对 因为其实我想这个公司呢 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些同仁的这种 有关于人力资源的一些盘点 或者是做一些调查 从我们的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给我的这个回馈 常常告诉我说 Roger 你们公司的同事 个性好像都很喜欢试新的东西 尝试新的东西 尝试新的东西 对 那确实是 我想可能我们这家公司的特性的关系 集合了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不会觉得说做新的东西是一个苦恼 就老板又出新的任务 或者消费者又提新的需求 他们会觉得说好疼痛 他们不会觉得很疼痛 他们会觉得这是好棒 我可以拆新的东西 我可以白了位的问一下 我们的员工年龄层都落在哪一个范围 我们平均年龄大概落在32 32 对 平均年龄大概落在32 好年轻 对 其实我刚加入LINE的时候是31 我也不知道不知不觉之间 这个年龄到32了 表示我们留下来的人还蛮多的 很多人都留下来 但是很好奇的是当年 其实LINE执行长这个位置 有悬缺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把你找来 可是我就不说了 我不要抱Roger了 不要说他年纪 但是你加入的时候 你的年龄很显然 跟这个基层的员工 有一些落差 对 但是你怎么样跟他们融合在一起 而且每个人都说 跟着你一起工作好有趣 希望他们是真的这样觉得 好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这个一个快节奏 然后多变化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不只是我 我相信我们团队里面 稍微属于比其他 比这个平均年龄高一点点的同事们 大概也都觉得自己老不了 因为心态很年轻 心态很年轻 常常要吸收新的东西 有新的挑战 需要你去用新的思维去解决 然后你的消费者的年龄还在那里 你永远需要了解到 他们在想些什么 这些因素让我们在心态上面 很自然要保持年轻 你一直持续在这么做 一直努力 大家听Roger分享了这么多 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开始一样觉得 你是文祖生 完全不是 Roger是一位保读师叔 很喜欢阅读 然后很喜欢你甚至懂得品酒 然后有生活品味的一位男子 谢谢 但是他是理工男 台大机械系 台大机械所毕业 但是你后来加入到的一些职场 完完全全 应该说几乎是完全跟你的本科 无关系 你待过了工业设计领域 教过书 然后也在核信 还有远传三星都服务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差别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可能我在念理工 或者我在机械的后几年 有机会接触到设计 工业设计这个领域 那我自己是对于美感也好 或者对于设计 对于追求这样的一个 这个领域的生活很有兴趣 那在大学时代参与的社团 可能也都比较不是理工的社团 什么社团 合唱团 话剧社之类这种其他的社团 非常会唱歌 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后来到了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准备要申请 有关于设计的国外的学校了 只是很可惜 因为那时候刚好 家里面父亲身体不太好 我决定留在台湾 那就想说那既然留在台湾了 那又准备要去念这个 要不然就干脆 找个这方面的工作吧 所以就从那样 就直接跳进了工业设计领域 我想我胆子也很大 所以是阴错阳差 五心差流流成意 然后跳进工业设计领域之后 后来阴错阳差的 没有能够出国去念书 就继续在工业设计这个领域里面待下来 但是当然我就 因为这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很积极的去做各种各样的学习 让自己可以跟得上旁边其他人 然后才会到后来有机会 甚至于去学校教书 把我这些所见所闻 分享给年轻的学生 其实你待最长的一个时间 应该是在电信业 对 所以这是您最喜欢的一个职业吗 在我设计到了 待了九年的这个领域之后 然后那时候 我那时候又想要做一个转换 那这个转换当中呢 有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呢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进到核心电讯 当时他告诉我说 电信业也正要进行一个转型 他不再准是一个纯技术的领域 他开始要碰触到内容 包括一些应用等等 他需要有一个对于人比较敏感的人 但是又能够有理工的背景 听得懂电信的那些术语 然后我想想好像我还真的是可以 我就试试看好了 就这样有机会跨进电信领域 那进了电信领域之后 其实我那时候的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挑战就是 在台湾建立在手机上面的这种数位内容的生态性 应该算是第一代最早 最早的 对 手机上面的音乐 铃声 手机上面的游戏 各种应用等等 我们感谢你 谢谢 谢谢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有时候直言或是人声 好像都是冥冥中都注定好的 一关接一关 也因为你在过去十多年在电信领域 这样的一个累积 然后后来你来到LINE 你可以有更多的能量 让它发展得更好 是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前面 甚至于我大概我甚至会说 其实即使是机械 念机械的时候学的工程数学 热力学 很可能在今天仍然会影响我 那这些所学到的东西 请问什么时候你用到LINE的时候 你会用到热力学 其实热力学里面所谈到的热力学 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 关于一个系统里面的能量的变化等等这些 用在组织里面的人力的思考 用在一个数位内容的生态系里面的思考 也还是有很多地方用得上 都派得上用场 其实你的运用是很活的 那你人生现在回想起来 你有没有后悔没有走本科的路 没有 真的没有 完全没有 虽然我有蛮多同学现在可能在台积电 没有 你说到LINE 其实说真的 它现在已经在台湾 你看涵盖率已经这么的高 渗透率这么的高 但是你在十一柱行方方面面都离不开LINE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你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正在发展的其中一个新的服务就是LINE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想的就是那那这样怎么办让人送东西 很含蓄 很含蓄的 对 所以他们就想出个办法来 我送你礼物 你自己填地址 很贴心的一个设想方式 对 那透过这样子 所以实体的礼物也可以送了 其实很方便的 就像我们在刚加LINE 我现在就可以送你一个礼物 这样可以送 真的吗 哇 太幸运了 其实我现在生日最常用这个方式来送 然后有时候这个比实体面对面这样的一个送礼 还要更窝心 其实我觉得送礼这件事情可以透过像这样一个方式送 我们最近常在说就像是一种就是说 有的人很替人家着想 所以要送人家东西的时候想好多 然后又觉得会打搅到人家 要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感谢也好 鼓励也好 但是透过这个在聊天室里面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真的很棒 对啊 现在第一名最多人送的礼物还是咖啡吗 是咖啡 还是咖啡 你自己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看你们现在品相非常非常的多 几乎数不清了 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 台湾人现在当然是可能咖啡的这种 喝咖啡的饮用的这个量本来也是相当高 也就是你送别人咖啡的时候 你大概都可以假定对方应该是不会抗拒这个东西 哇 我已经收到Raja送我的见面礼了 对 Just for you 太棒了 对 而且你看 谢谢你 像这样两个人很方便的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是属于 即使是同一个公司的人 那你说同一个公司的人走过去跟他说一声不就好了吗 但是你就觉得说 透过一个小礼物送给一个也许就隔着两张桌子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台湾人其实因为就如同你所说的 包含我们的文化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甚至连语助词 然后结合了这些贴图 然后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 就让LINE的涵概率这么的广 那你觉得在未来的LINE 你期待它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我给同事们的鼓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讲到 就是有关于连线这回事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连接的角色是很强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人 连接了很多事情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 有很多在台湾做各种各样的服务 做各种各样的销售的这些 店家也好 小商家也好 让他们也因为有我们的关系 更容易连接到消费者 像我们从疫情期间开始 注意到就是中小企业在那段时间 特别的辛苦 开店的其实很难有客人上门 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做一个叫做 中小企业的一个数位转型的应援计划 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把LINE 这个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工具呢 把它活用起来 那透过这样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参与计划的商家 像有一个在屏东的果园 他基本上他可以用LINE 靠着在LINE上面做这个生意 他可以卖掉一整座山的他的水果 但是在此之前他不懂网络行销 对 因为对他来讲其实忙这个 这个忙着家里面的这个 农作就已经忙不晚了 就很辛苦了 对 那但是这是一个一头是所有台湾的另外两千三百万 两千两百万人 那这一头是他 就在他的手机里面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相对方便很多 而且不仅如此 其实在零四零三大地震之后 花莲的好多业者也因为LINE的关系得到一些帮助 对 那一次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契机 我们本来那时候正准备要做一个 为花莲做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观光的一个附近 或者是一个地方 重振 对 地方的这个数位创生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就在活动快要到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地震 那当然消费者或者一般的观光客 当时大概就会有点疑虑 但是这些店家还是要做生意啊 东西都还在 所以我们就很快就 那团队就说那我们来改变一下 把它变成我们在数位上面做一个策展 让这些商家的这些商品呢 可以很方便的透过LINE上面就可以销售 那也很多人就注意到也关心花莲 而且也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商品 也可以买来赠送 刚好又遇到东午节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有很多人用来送给他的亲友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这真的是很暖 就是一个正能量持续的扩散 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Roger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们也很期待在你带领之下 台湾的LINE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决策者 我们下回见 谢谢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